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又到晚上6月11日, 希望大家都支持桑浦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和利用Superfansive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到6月底我想有很多日子, 我都每一日的傍晚时分, 要去到新竹教书, 所以我可能出片的密度就是尽力能我维持, 我都答应了大家做的事, 希望和大家做回。 希望大家多些捧场, 也希望对于我的节目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 也希望利用Patreon每月定额帮助我个人, 也希望这笔钱,Patreon的钱, 我全部给台湾香港协会可以帮他们发展他们的业务。 我们想起这个有些中国新闻先讲, 我们下一节再讲英国的一些大壮, 一些所谓非常任法官, 中心法院离职, 跟着牵涉到的一些意见的问题。 我们这一节先讲一些关于习猪头的东西。 七亿肥猪习近平, 这是我的标题。 为什么说七亿肥猪呢? 七亿不是港币, 不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是美金啊! 美金啊! 哇! 白花花的钞票。 习近平凭什么有那么多钱呢? 应该说他亲戚的钱, 为什么他一点都不追究呢? 以前曾经有什么巴拿马文件, 又买买买买, 又说他这个是邓家贵、姐夫那些东西。 现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5月发表中共高层贪腐报告。 这个就是巴拿马文件, 是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在5月发表中共高层贪腐报告。 他说, 外国势力专门抹黑杂猪头。 我先将他的东西讲给大家, 大家判断一下有没有可信度。 我就觉得很可信的。 美国国会服务署, 研究服务署爆出, 习近平习猪头, 利用亲属引力财产超过7亿美金。 显示他推行十多年的反腐败, 不过来打压异己的政治手段。 自己和自己亲戚, 他们绝对一个人都没有拉过。 拉哪些呢? 先拉那些江曾胡温的, 再拉军中的人, 再拉红二代, 整识他们。 但邓家贵有没有拉过呢? 彭丽媛有没有拉过呢? 当然不会啦。 他们亲戚这些人, 就是叫姐夫, 引力财产超过7亿, 不知道他一个, 他亲属很多人。 所有的反腐败, 日防夜防家策难防, 现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说给大家知道, 他7亿财产, 他家人引力的了。 换言之, 这些都是完全有单有据说出来的钱来的。 说出来给大家看的了。 如果你要打贪, 怎会不捉弄邓家贵, 捉弘离媛呢? 那多不会呢? 独裁者怎会捉弃这件事呢? 评论就说, 报告令中国百姓看清楚, 习近平习猪头, 涉国大道的真面目, 认为这个将会极大降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这个冲击很大, 我想未来这段时间内, 这宗新闻会成为一个焦点。 根据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 不是邮报, 是《华盛顿时报》, 上星期日,即6月9日的报道,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CRS, 在5月在华盛顿发布一份重要报告, 这个报告基于有关中共引力财富的公开报道, 即是全部将这些东西讲出来。 报告涉及的中共党魁习近平, 205名委员,即是中共中央委员,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25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以及7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另外还包括23个省, 5个自治区, 和4个直轄市的地方官员。 报告指出, 包括习猪头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 正在从事腐败活动, 并利用亲属掩盖了腐败和隐藏数亿美元的财富, 其中以习近平为例, 去到2012年为止, 习猪头已经累积了至少3.7600万美元的公司投资, 一间价值超过3.11100万美元的稀土矿公司, 18%的间接股份, 以及一间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持股, 涉及贪腐总额为7.072亿美元, 7.0720万美元。 修旁给人720万美金, 要奈发财了几乎政治ки, 基于7.80, 直接把港币认为7.80, 0.25000。 Billions of Hong Kong Dollars, 起碼五億啦, 五十億啦, 港幣 肥豬頭, 不止五十幾億港幣 我問你, 這些東西, 你憑你的公務員的錢 憑你出書的錢, 那個什麼雜豬頭的治國理政的錢 可以賺到這麼多錢嗎? 你認為會嗎? 這些錢, 怎麼來的? 中國有法律的, 刑法的 收入與資產不相情, 就應該可以拉的 不需要證明你腐敗的, 雜豬頭 那你不拉你自己? 去錦州啊 去赤柱啊 習近平, 你說是不是? 我沒有說, 你就去吧, Go! 好, 這些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而最後的終點不是赤柱, 不是錦州, 不是錦州, 是地獄 這個就是習近平 那你可以這樣說, 美國, 你可以反駁的, 強烈譴責經驗反對又來了 又說外國失禮, 亡我之生不死呀, 這麼說這麼多東西 那你不就大喇喇, 將這篇報道 放在央視的, 放在新聞聯播的, 放在新華社的, 人民日報頭版 第一, 強烈譴責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抹黑習近平由7.072億美元 這個標題這麼寫嗎? 你會喜歡寫有臭道場的標題, 我幫你寫完 看你怎麼反應, 你敢不敢說? 你不敢說的嘛 7億這個單字變成敏感詞了 所以我標題是7億肥豬習近平, 哇, 漏油, 炸出油啊, 不用炸出油啊 所以我說了, 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幫, 貪腐集團, 恐怖集團 輿論認為習近平和高層貪腐的曝光, 顯示持續多年 打到很多中共高層領導人和其他官員的高調反貪運動, 只不過是打擊派系政治的工具 報告指出, 中共當局近年有266名中共中央委員被罷免 其中包括中國前國防部長, 前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李尚福, 和外交部長秦剛黨等 其實這些被罷免都沒計算那些被辭職, 被跳樓, 被失蹤, 我沒計算 張曉明也沒計算進去, 張曉明是辭職的, OK 調查發現了幾種涉及中共領導人和親屬被受忠目的腐敗案件 其中包括習近平的家人, 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親屬 大家溫如蟲啊, 溫媽媽啊, 大家知道啦 還有這個習近平, 你看那本紅色輪盤 他審動的, 都要揭發很多這些東西啦 他唯一隱藏不說的就是習近平家族的貪腐嘛 齊喬喬, 鄧家貴, 是不是, 姐姐姐齊喬喬 姐夫鄧家貴, 是不是, 這些全部都要一個一個篤出來嘛 那麼調查發現就是很多 習近平的家人, 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屬啦 其中習近平的7.072億美金的財富 大部分都是他的大姐齊喬喬 姐夫鄧家貴 其實這個不是齊喬喬 齊喬喬,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翻譯到 齊喬喬, 齊喬喬 齊喬喬, 齊喬喬 姐夫鄧家貴 和他們的女兒 張燕南的名下 這麼有趣, 張燕南的名下 這個才是他們貪腐的集團 齊喬喬, 鄧家貴, 張燕南 三人幫 7.072億 大部分 在他們身上 中國駐適尼總領館前政治領事陳勇琳說 習近平治理術之一就是用貪腐打壓二己以及用貪腐結成利益集團籠落人心 陳勇琳指出在中共系統性的腐壞當中 習近平和他的家族毫無疑問是巨貪 而曝光出來的只是冰身一國 他說普通的官員都能夠貪到幾個億 習近平整個家族不可能只有幾個億 他被披露出來的那七個億的美金 即是7.072億美金 只是冰身一國 他肯定的巨貪 法國獨立導演時評人黃龍蒙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 習近平就是國家大盜 他表示 蝕國大盜 賊那個盜 盜賊那個盜 他表示美國的報告是一個對中共非常具有殺傷力的工具 可以有效瓦解中共公信力 黃龍蒙表示 非常讚賞美國推出的中共高層貪腐報告 這個非常有殺傷力的工具 可以快速幫助中國人開啟文字 認清中共黑幫分贓的本質 特別習近平假設貪腐之名 反腐之名 即打貪之名 在民間莫得了讚譽 其實這個是蝕國大盜 他們的偽裝被揭開之後 支持中共基本盜就會越來越少 這才是瓦解中共的有效方式 我就覺得這些很膠的方法 中國人怎會不知道習近平貪腐呢 OK 個個都是喘罪明白莊戶頭罩傻扮夢 你永遠叫不醒個莊瑞的人 沒有勇氣反抗 面對這樣的巨貪 你還以為他是什麼 你以為他清廉 你覺得現在 中國人認為習近平清廉的人是多少個呢 你問他他說 習近平清廉 但是心裡想什麼 你知不知道 好似你現在問香港人 你現在清廉的心裡厲害 十一哥厲害 其實心裡想 這件事就是大哥 穩坐在心裡的 香港人敢反抗 敢做日常生活的不合作和反抗 中國 躺平 內卷 服從屈服 服從屈服 百指 四通橋 壇花一燃 去到最後 但是持續抗爭 有沒有繼續做下去 沒有 這才是我們覺得最 離譜的地方 希望 聽這個節目的所有在中國大陸的人翻牆出來聽 反省一下 你若要是駁到我 說習近平沒有貪的 那些錢都不是他的 明明自經銀行傳接的錢 扭射了那些鄧家貴的錢 不關習近平的事 你會覺得鄧家貴 齊喬喬 這些錢是完全跟習近平無關 才奇怪 然後很多人就為習近平開脫 也好像這個沈棟在紅色輪盤 為溫家寶開脫 他會覺得 都是沈如蟲 溫如蟲 即是溫如蟲 即是他們這些子女 仔 還有這個媽媽 他們自己貪是他的事 他的怎樣貪法跟溫家寶無關 溫家寶絕對不知情 我絕對不會相信 OK It's impossible 你溫家寶 整個中共當惡機器 對全中國人 那麼強烈的交往 知道他們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搞事 你也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你家人 貪那麼多錢 是不是 幫貿絕倫 你想想 人家已經說明給你 你也不相信 說明給你 你也不拘捕他 你不是執法嗎 依法治國嗎 原來你的依法 當是統治工具 他喜歡用不喜歡就不用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不要對中國人有太高的期望 我只是這樣說 你可以說我 你心很壞 我心不是壞不壞 你真的不要對現在 客觀存在的中國人有最高的期望 除非 這些人肯覺醒 但是他們 莊瑞的人士永遠距不成力 美國的報告是源自於中國的吹哨人曝光中共官員隱藏財富的駁客記者等等 黃羅蒙也呼籲美國聲援因此被中共當局針對的公民 這個報告除了講習近平之外當然講溫影帝 怎樣中國國家前總理溫家寶影帝 習豬頭近平和中共白手套商人黃建林等等 說中共當局為阻止相關報道而報復記者 例如《華爾街日報》在2019年7月底 報導習近平表弟齊明涉嫌洗黑錢 但這篇文章的聯合作者之一 王春漢未獲在中國簽證續簽 另一名知名的外媒記者叫傅才德 Michael Foster 就是因為報告曼達集團 以及權貴的關係 其中涉及習近平家族 曼達大家都知道了 王建林等等 他因此被死亡威脅 就是這位Michael Foster 所以很多記者是勇敢地在中國 滑鳥爬睡 基本上都守盡生命的威脅 這就是記者 英勇記者 一生無悔的行為 勇敢 直接 獨家 準確 真實 2016年 國際記者調查同盟曝光巴拿馬文件 至少涉及包括習近平在內的8名 中共高層家族成員在離岸群島開設空殼公司 以向海外轉移 巨額資產 中國博客 全傳奇博客 編程隨上 的遠曉環 亦在網站中創造出 太子黨關係網 總結中共高層貪腐網絡 提示中共系統性腐敗體制 遠曉環在去年一審被判7年 這些就是中共的鉗制方式 我想如果大家如果留下來在香港 你這樣爆料的話 我想你的結果都差不多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或者是 如夢幻炮影 好像張曉明那樣失蹤 這就是香港的悲哀 大家看到共產黨是多麼相掩蓋這些事 共產黨怎麼處理這些東西 冷處理 整個聲明去外面 強烈譴責堅決反對 反對外國勢力干預中國的內政 即是承認這個是內政 承認真實的內政被人干預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他不會對中國裏面的人說 但是中國人不會知道嗎 一定知道 必定知道 但是他們不反抗 可以怎樣 是嗎 這才是我覺得相當嚴重的行為 中國是個什麼國家 是一個 美國將這些真實的拿給中國人知道 中國人恨美國 當有美國人去到中國的時候 殺美國人 荒謬絕倫藥 中國社群平台 星期一 即在10號 昨天流傳一段消息說 當日 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園發生一宗外國人遇襲的遇刺案件 四名外國人受傷 現場可見四名男女傷者倒在地上 每個人都用手 緊緊按在後背 腰部傷口 地上流下血跡 其中一個人整件T恤一半被血染紅 不是血染的風采 是血染的證據 是血染的慘劇 一名警察 就是蹲在地上看護傷者 有人協助傷者撥打電話 眾多遊客在場圍觀 圍觀又不是救人 做什麼呢 真不知道做什麼 這些都是外國人 事發幾個小時後 美國傳媒報導 在吉林市北山公園遇刺受傷的四名教師 是Connell College 康乃爾學院的教員 一名受害者家屬 講給Iowa Public Video 即是愛河華 公共電台之 四人都是在襲擊中行傳 即是沒有死 是受傷 美國愛河華州 聯邦眾議員 Marianette Millamix MMM 他就在 社群媒體 X 證實這個消息 他表示他的辦公室正在和美國大使館合作 確保受害者得到治療和安全地能夠離開中國回美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在11號 今天 致電負責 北山公園治安的北山牌出所 向警察查詢遇害老師的情況和涉案移民人的身份 對方得起記者身份之後言語粗魯的記者不要再打電話問我們 問他們 你是傻記者想了解情況下 你想問誰就去問誰 別閒著 向我這打電話 聽到沒有 你是哪個記者想了解情況下 你喜歡問誰就去問英國 沒事做 向我這打電話 聽到沒有 還有教訓你 就是中國 所以大家在指責香港的的士 我都指責香港的士 我不會做 黃秋生的的士盤官 香港的士很有趣的 的士司機更有趣 但是 比香港的士司機更離譜的就是這班 中國的所有公務員就是這樣 另外無法獨立核實的消息說在遇刺受傷的教師中 也有華北大學的教職員 自從亞洲電台再致電吉林市120急診中心查詢 對方是以涉及傷者個人私隱為由 不願披露傷者被送往哪間醫院救治 因為涉及個人私隱我不能公開 肯定不能夠告訴你 我這邊不能夠直接告訴你 這些全部都是共產黨的一貫口吻 不想告訴你就是個人私隱 大數據 天眼就完全沒有個人私隱 禮拜二的凌晨 吉林市公安局船營分局向各派出所發出協查通告 6月10日11點40分左右 在吉林市船營區北山公園中 發生一宗刑案 其中五名人員不同程度受傷 現正在醫院救治無生命危險 安徽省前檢察官沈良慶 就說未清楚兇手的動機 昨日説明美國愛河華州康納爾學院外教 就在外籍教師 在吉林市一柱公園2月閘 因為案件剛剛發生 兇手的社會背景和作案動機都不清楚 雷氣嚴重 所謂針對不特定的對象 無差別的報復社會 影響攻擊相當多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多孤狼式的攻擊 受害者比較弱勢的學童 婦女 這個情況也令人覺得相當嚴重 這種情況為何會這樣做呢 是否針對美國人呢 也有人說 可能和民間仇美情緒有關 那就是用刀體 尖刺人死 是一件很大件事 襲擊的美國人 那是不是跟共產黨一直以來 培養的仇視美國的論述有關呢 那這件事就相當有可疑了 那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這種過激情緒 是受共產黨的 恐怖主義 仇愛主義 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 這些垃圾的 這些邪教般的魔力 要對外國人去襲擊 分分鐘是有的 尤其有人說 東北那邊的仇美情緒比較高 東北人的集體無自主意意識 情感更加強烈 更容易受到宣傳的狡惑 那所以這件事相對 陰功的 當然我不是歧視東北人 但我只是說 這樣的想法相當嚴重 那麼 民族主義情緒 對受害者心態 周恩極端仇愛的危險傾向 經常不斷官方強調 境外勢力亡我之生不死 容易造成國民的受害者心態 將所有的不愉快的事 歸咎於境外勢力 是猛打稻草人 這件事的話 是很嚴重 所以各位非中國人 非中國人 沒什麼必要 就不要到中國去了 即是各位 你去那個地方 只會死 中國人就不會死 也不會 看看很多情況 是交傷害 這個垃圾國家 流氓國家 一種野蠻國家 不是我想要的地方 危邦不居 亂邦不入 今時今日 是不是都要跟這個地方 保持距離 相當重要 好 我們第一次說到這條詩 我們下一次再說其他議題